今天带来杨简 王者S新的排位赛 我们拿下S杀 帅都不行 对线马操 杨简讲道理是不怕的 给我抓住就是一对社会的赌打 这个美女想要秀得我头皮发麻 杨简管你那么多啊 几下子给我撂倒 在闪现桃子摇摇 马操很生气了 回家补给状态 继续和马操对线 我说他怎么那么嚣张 原来旁边有个抠脚 大喊问题不大 又算我分骚者位 对面那是赔了富人又折兵 蹲草丛里观察情况 发现两个血量不健康的小伙子 这时候闪现的妙用 趁他们不注意就是一刀啊 之后一顿操作猛的虎拿下双杀 那可露露和莫姨都看呆了 这杨简也太帅了吧 上路清理完兵线 看见马操火急火燎的赶过来 前面的人听着你车速过快 杨简一刀屁晕啊 让你冷静一下 小生板是真吃不消啊 后面诸葛亮追杀过来 我们先假装撤退 怎么还赖皮呢 草丛里突然杀出个美女 对我上下起手 难搞 钟葛勾到刘邦 一个个就不服了 上去一顿毒打 谁知道钟葛只是出来卖的 静和马可波罗的配合 秀得我们头皮发毛 还好杨简硬的不行 你看看其他三个 肯定没有带调和的 这种情况我已经不想打了 但公司里站出来给我一拳 老娘都开始秀了 你和我说不打 杨简终于醒悟过来咬到马操 静就想说一句 你能不能离我远一点 怎么不亏 怎么不亏 来到开心上高地的环节 咬到诸葛亮过来 小小勾引 我过来了 怎么样呢 打我笨蛋 诸葛亮听到火帽上战 你真来啊 回头咬到杨简出了破军 以后这个事还不和你开玩笑 半血斩杀 诸葛亮 游戏体验很差 来到周路 咬到残血功本 诸葛亮还不走是吧 哎呀 对吧 套路我差点就给吸了 欲罢不能了 还好刘邦不离不弃啊 回头用大招狗活 等终葛亮下去的时候 再杀你个回马枪 诸葛亮当场就懵了 大哥 你哪位啊 哈哈哈哈 拿下双双 不过这马可波罗 一直追着我打 就很难受 河道魔拳插掌 马超拿了一根牙签 想对我 莫爷图谋不鬼 不得不说 这小伙子真的有毅力啊 都快杀到高地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死皮赖脸 还是有一点希望的 马超是追不上了 过来对劲动手 这魔人的小妖精 给我来刮杀一下好吗 咬到之后 我穷追不舍啊 闪现了娇了 终于抱得美人归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你死皮赖脸 还是有收获的 哈哈哈哈 大招CD好了 本来我想先收了马超 终于一勾子 打断我的机会了 那没办法 只能送你回老家 勾我 分水轮流转 来到开心手高地的环节 给你们看一下 静如何无伤拆防御塔 这时候清理王兵线 上路防御塔 以为安全了 静大招一开 派了一个假冒伪劣产品过来 你别说 身材还是不错的 啊不是 这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走路兵线到了 杨简先用大招 消耗血量 不过后期的工本 你们知道 他变强了 躲过中魁的勾子 我以为咬到他了 怎么咬到 兵线就很难受 没有下手的机会 马可波罗 看准时机 上来旋转条约 场面一度非常混乱 终于我们大招CD好了 莫名其妙的 拿下猪果亮的人头 回家补给状态 我觉得还能打 出来就看见 莫也准头还行 不愧是我的显内猪 接下来交给我 闪现一刀 屁空 啊没有关系 至少给我咬到 就差一点点 神奇的名刀 保住老名 那这个劲怎么也是我的人头 你故意的 最后一波团战 我觉得我还是很帅的 看见钟魁 小巧走位躲过 我谢谢你 这讲道理不乖我 咬到之后 继续消耗对面血量 斩杀现一道 啊呀死了嘞 诸葛兰又很懵了 大哥 你哪位啊 我还在双杀 回头一看 剩下我和刘邦 我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标记一个美女 啊虽然收掉但没什么意义啊 教一个老年人秒换名刀 强人所难嘛 就数掉了比赛 来说一下 杨姐的名文出装 带狩猎阴眼一遍 出装的话 暗影战斧 抵抗险 极寒风暴 破军 不死鸟名刀 好了本次视频就到 直接输了 喜欢美女的请点赞 什么转发 如果再来关注 小弟姐感激不尽 我们下期再见